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的内容啊 是关于2024年度啊 全国教职业资格同考当中 我们综合素质中学的课程经讲 啊那么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 刘晓晨刘老师 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探讨的是 模块一啊就是我们的开篇之作啊 职业理念 那大家也都知道职业理念呢 我们说到它其实主要涉及到的就是关于 如果你要去做教师 那么这个职业它赋予你的这个价值观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在整个模块一的职业理念里面 它实际上呢涉及到的是三观 这三观呢分别就是素质教育的教育观 以学生为本的学生观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教师观啊 而且职业角色呢是非常多样化的 在考试的这个分值比重里面 我们在前面的预习课程里面大家也看到了 它的分值呢是大概在整个试卷里面占到了15% 那职业理念里面它其实是每年的这个真题试卷里面 单选题的1234啊也就是前四道单选题 那前四道单选题呢刚好就是每一道两分嘛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八分 但是这个模块一呢它作为一个单数模块 它除了有客观体以外 它还是有主观体的 所以在这里面它有一道14分的材料分析 那么这道14分的材料分析加上刚才的八分呢一共是有22分 所以整个的模块一呢它的总分值啊 基本就是在22分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 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我们在今天呢当然要学习的是三观了 就分别是第一章教育观 第二章学生观 第三章教授观 对吧这个咱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那下面呢咱们就一观一观的来去攻破 那首先我们看第一观 第一观呢是教育观 从考纲里面呢有这么几个小的要求 第一就是理解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就是国家层面对于素质教育呢 它让我们老师到底要做到哪几点 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材料分析题呢 必然会在模块一里面去出一道 当然了这道题到底最终问的是教育观 学生观还是教师观呢尚未可知 但是它还是很有可能问到的是教育观呀 如果它问的是这个教育观的话 我们要知道又是素质教育的教育观 所以你要知道国家的标准 也就是说国家要求老师在素质教育背景之下 到底怎么做那当然老师如果做到了 我们认为它就是符合教育观的要求 如果没做到呢那它就是违背了教育观的要求 所以归根结底这个标准啊 大家肯定是要好好的去掌握的 那么考纲里面第二个小的要求就是掌握在中学里面 开展素质教育的一些途径和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理念毕竟是一个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东西 它又不是一勺子又不是一碗饭 那么它呢作为一个比如说一个理念一个方针 那它真正要去落实的时候 它在学校里面是要去落地的 说白了要有腿 那你比如说我们在中学里面 素质教育好素质教育庙 素质教育呱呱叫 但是这想法不能当饭吃啊 那它怎么样 它必须呢得有这个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得有这个渠道把它这个进校园啊去落地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要了解一下 它怎么去在学校里面去实施的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依据我们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呢 来分析和评判这个教育现象 这个就是无论是我们单选题 还是我们最后如果14分要假如考教育官的话 反正主官题客官题呢 在教育官这个层面 都是在这第三个层次去出题的 就既然比如说素质教育让你往左 如果这个材料里面这个老师往右了 那么这个老师的做法必然就是错的 所以我们要去分析和评判这些形形色色的教育现象 也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要联系我们的教学实际 来进行一个评判对吧 那我们呢关于考纲呢就简单说到这儿 并不复杂啊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就整个在第一章里面 要学到的一些东西 在整个第一章教育官里面 我们的核心知识呢 其实有如下这些 但是呢真正从考试的角度来说啊 如果真正硬试 它并不是每个知识点都非常的有含金量的 我们把这里面真正跟考试特别相关的内容呢 用黄色字体呢做了标注 其他内容呢我们也都会讲解 但是呢他们可能跟考试的关联度呢 其实一般 比如说大家看在整个教育官里面 首先呢既然学教育官 我们就得知道卧特一次教育官 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会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教育官的这个定义 但是你说教育官的定义 真正正二八经会出什么题吗 其实不尽然 所以主要呢是以导入介绍为主 以了解为主就可以了 那么再往下呢 是关于素数教育的这个前世今生 因为素数教育作为一个理念 它也不是从这个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 它也是会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趋势 比如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当时主导的教育思想呢 是硬式教育 只不过呢 就是我们后来实践证明啊 硬式教育的思想呢 它就是如果就是为分数论的话 它可能会暴露出很多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学生高分低能 再比如说呢 学生呢智商很高 但是呢高智商犯罪 他人格不健全 那这都是瘸腿发展 都是畸形的 所以因为它暴露了这些硬伤 那我们与此呢就呼之欲出 要提出一个跟它不那么一样的教育理念 所以素数教育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那我们要大概呢给大家捋一捋 就是关于素数教育的这个发展历史 但是我们在这些年的考试里面 并没有单独去考过素数教育发展史的题目 所以大家呢主要是作为知识储备就可以了 那再往下呢第三个支点呢 是关于素数教育内涵 也就是素数教育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定义 当然把握好的这个定义 对我们整个学习肯定是有帮助的 那再之后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考点 我们用黄字字体做了标注 就是关于素数教育的特点 因为有关素数教育的特点呢 它其实就像个盲人摸像一样 从各个角度告诉大家 比如说素数教育它有这个全体性啊 什么全面性啊 什么主体性啊 什么发展性啊 它通过这样的一些特点呢 来跟大家呢就是来描述一下 到底呢理想的素数教育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而我们呢 刚好就是拿这些特质作为依据 来评判一下 案例中材料中某些老师 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妥当 是否符合素数教育的要求 所以这个是可以出选择题的 那么再之后呢 就是咱们说落地的问题嘛 就是理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它给具体化 具体化呢就是说到学校里面去 所以呢要在中学里面 实时素数教育呢 有它的途径 这个大家作为基础性了解 我们不做特别过多的要求 后面是一个压轴的 一个中级大boss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知识点 就是关于那个在国家实时素数教育的那些要求 那些标准 我们必须呢把这个要求和标准呢背下来 看我的口型 背 没得商量 并不是说我只要了解或者理解就够了 是要真正内化 要背背下来 因为我们在这就涉及到有可能出主观题了 一旦出了主观题 大家是要自己去写的 那你自己去写 你不背你怎么写呢 所以说这个是要背的 好 那么整个呢 在这一章的最后会谈到素质教育跟应用教育的一些小的区别 但是这个基本上呢 也是作为一个简单了解就够了 不用在这呢花太多的这个时间 相当于是一个补充的内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第一章里面 教育观首先呢 第一个知识点就是教育观的这个定义 那大家可以看到教育观的这个定义并不复杂呀 他说呢 他是关于对于教育现象 还有现在出现的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一些教育问题呢 我们所秉持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基本的想法 比如说 袁芳 你对这个教育的本质 你对这个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功能 内容方法 还有师生关系 对这些每一方面 你到底怎么看 那这个其实就是教育观吧 说白了就是咱们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就是对教育的看法嘛 对不对 那么教育观呢 他其实呢 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存在 他会受到时空的限制 所以他受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水平 对吧 各个方面的这种影响 而且往往呢 也带有这个阶级观念 大家想想 封建社会 那么跟我们现在的想法能一样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每个人 他呢 都有这个个体差异 是吧 就是不同的人的教育观 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特征 而且呢 我们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教育家 那么他们也会就是著书立说嘛 就是把他们对教育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反映在他们的那些著作里面 提出他们的一些观点 其实也都是有比较百家争鸣的吧 也都不一而足吧 好 这是关于那个教育观的定义 然后下面呢 是关于那个当下教育观 当下教育观呢 主要是让大家做一个重点理解 就是并不需要大家去背 但是需要呢 大家呢 去稍微的就是把握一下 比如说素质教育 对吧 是我们当下的教育观 这个没有什么的悬念 那么是笃定的 那我们说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呢 它是跟我们的这个硬质教育 对吧 是在它的基础之上 然后呢 衍生出来的 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 如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小伙伴们 当然现在已经都是那个中年人了 是吧 流行着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所以那个年代呢 其实硬式教育的观念是比较根深蒂固的 但是其实我们媒体上也会报道出来很多的问题哈 你比如那个时候有教育专家就说了 说我们当时中国的这个中学生 然后呢 跟这个日本的这个中学生 然后联谊去搞那个夏令营 然后就发现呢 就是日本的一些什么外长啊 一些高官的孩子 发了烧 还要坚持走 是吧 还要坚持露营 就说我们因为刚好那时候也那个独生子女嘛 家长也比较惯啊 小公主小皇帝的 然后他们呢 基本上就是遇到挫折以后比较弱不经分 或者没有什么团队协作的这个精神 那所以我们的教育专家就说 这个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分再高 但是你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生活的能力 没有这种抗击挫折的能力 没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技能 那你走上社会 其实你是混不下去的 所以呢 这里面就说了 我们要怎么样 推举另外一种教育理念 来弥补这种 为分数论的这种思路的一个 一个补充吧 一个拓展吧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那个 教育观和当下教育观啊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关于围绕着素质教育来展开了 那么围绕这个素质教育观 他不是应运而生了吗 那么这个素质教育观 他的这个发展历史 前世今生啊 这个线索 或者说叫这个历史严格呢 那我们是要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梳理和交代的啊 但是这个呢 跟考试关联度并不大 所以我们只是很轻松的 去听一听就可以了 你也不需要去记啊 比如说大家看 素质教育呢 顾名思义 它的侧重点不在于 你得了多少分 当然分数可能也是 其中一个评估的方向 但不是唯一的方向了 那么素质教育呢 是以提高人的 根本素质为目的 然后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 注意开发人的这个潜能 而且呢 它能够符合社会的需求 那其实呢 说来说去呢 这一段话 它就是想告诉大家 素质教育好 素质教育妙 素质教育呱呱叫 所以我们要高举 素质教育大旗 是吧 这个说的都是它的优点嘛 那我们说呢 素质教育的这个发展的历史 刚才咱们其实前面呢 在当下教育观里面 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了 就是它其实是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发现我们 唯分数论 唯考试论 那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出现了很大的疲漏 那么出现了很多的这种 负面的一些案例的报道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呢就推举了 素质教育的这个理念 那这里面呢 就出台了一系列的 比如说一些政策呀 还有这个文件 比如说 这里面说 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里面强调 中小学呢 要由硬式教育要转轨 转到什么呢 要转到全面提高 国民素质的这个轨道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早的表述 包括当时那个李兰青总理 也是在一次重要会议上 也提到了关于这个 素质教育这样的字眼 那再往下呢 大家看99年 99年呢是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前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那么这个决定的产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决定呢 是标志着素质教育观 已经相对来说 比之前要成熟 有一个体系了 而且已经逐渐成为了 这个主流 主流的思想 那再之后呢 大家看2001年就新课改 这个内容其实跟我们的小 中学的科二 关联度是非常紧密的 因为我们中学教育 教学知识能力里面 会单独有一个板块 跟大家聊聊中学的课程 其中呢 会有一部分是聊 第八次课改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刚好处在 这个第八次课改的 这个背景之下 大家看 2001年6月 教育部决定启动 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 并且呢 还公布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那么大家想 课程改革 它的目的是越改越好 还是越改越差呢 它的目的当然是越改越好了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课程结构 设置的不合理 没有什么特别丰富多彩的选修课 也没有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实践课 那它的课程结构就要改 再一个呢 比如说它的课程开发主体 原来很单一 那我们就要让课程开发主体 变得更多元 再比如说它的课程内容又难又烦 又偏又旧 那我们希望现在呢 能与时俱进接地气 那么以前呢 学生的学习方式是被动的填压 现在呢 我们希望是新型的 创新的 自主合作探究的去学 那这个其实就是它改革的目的嘛 它当然希望越改 越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越改呢 越摒弃那种硬式教育的那种缺陷 对吧 所以说它要进行新课改 我们一直到今天到2024年 我们还是在这个课改的背景之下的 那么大家再往下看啊 在那个2003年的这个9月 国务院还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这个决定 那它要关注弱势群体 比如说农村的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是吧 再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两极目标 向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 和全面发展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两全 原来都是基础性的 现在呢 是全面性的 说白了就是希望农村也能教育发展起来 我们现在大背景已经不是扶贫了 我们现在大背景是乡村振兴了 对吧 是中国梦 所以说呢 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啊 那么除了城市 我们农村的教育也要抓起来 这也是教育公平的一个体现 好 那大家再往下看 2006年的时候啊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呢 是把素质教育写进了法律 大家想素质教育在前面更多的是 一些政策上的引领 那么真正写进了国家的这个教育立法里面 确实表明了它的法定性 体现了国家意志 这个就是强制的了 啊 那么权威的了 当然了义务教育法呢 这些年也进行过很多的这个修订 所以说我们等到后面魔花二 去学那个教育法律法规的时候 本身也要系统的去学习这个义务教育法 那么当然我们在法律里面进行修订完了以后 有新的内容出现 我们就要以新的版本为依据 而不是说再去看这个06年的了 因为它就旧了嘛 很多表述啊 好多的那个内容都不同了啊 好我们可以下面的来 在这儿啊 介绍了一下关于素质教育发展这块呢 我们刚好来看一道题目 教题目呢 难度并不大啊 是一道漫画题 在这儿呢 提示大家 但凡是漫画题 就不可能是夸这个老师的 因为大家知道漫画它带有什么呀 就是真编实弊 带有一点讽刺性 所以你看这肯定是讽刺的老师 如果将下图呢 比喻为某个老师的教育行为 问你这老师的做法怎么样 大概率是不怎么样的 这个图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有一妈妈 然后拿一大奶瓶子 给这宝宝呢 喂东西 这个宝宝其实已经 胖乎乎圆滚滚的了 这个孩子的名叫芬 啊 分数 那么剩下的孩子都在哭呢 得志提美劳都在那哭呢 但是妈妈还是只给这芬喂奶 就说明这妈妈只看中芬 所以呢 这老师做的当然是不好的 对不对 那么你看第一个说了 不恰到 忽视了学生优先发展的要求 第二不恰到 违背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那么第三个和第四个就直接pass了 因为第三个第四个觉得他做的好 做的好你就洗以睡了啊 如果连这是非官都没有了 大家就不用去那个 考这次试了 还是要有这政治觉悟的 肯定这老师做的不对 那不对 不恰当原因是什么 不是优不优先的问题 是本来得志提美劳都要发展 结果你只看分 所以说它是违背了 我们全面发展的要求嘛 所以这道题呢 答案应该选的是2B 那刚才呢 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素质教育的发展史 大家注意 在素质教育发展史里面 我们就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直呢 说到了我们素质教育正儿八经